跳动的数字告诉你 在这个网络平台 你和多少人产生连结 当网络这样的一个媒体 重新开始以后 讯息传递的方式改变 今天订书明天取货 以强大的物流创造高度的便利性 1995年台湾第一家网络书店兴起 2001年由统一超商拿下最大本分 网络通路结合强大的超商物流系统 让伯克兰在2009年 成为台湾最大的图书通路 打趴一缸子书店 特别是规模最小的独立书店 伯克兰凭着它的进货优势 就可以迅速七九折 每日还有一本六六折 然后什么书展什么特价 也会打得一塌糊涂 小书店没有进货优势 它进货成本就七折 再卖个七九折自己根本就无力可图 除了在平台 设计六成卖书 四成卖百货之外 伯克兰书店从九年前 就已经创立了 欧卡匹阅读生活制 这个阅读平台 那我们也希望说能够 引进不一样的新的一个 内容行销的手法 像是YouTube 这样的一个影音频道的方式 去跟年轻的读者沟通 实体书店为了求生存 转型成复合式书店 似乎已经成为世界趋势 2012年 由美国的FlavorPill媒体 所创设的文化娱乐网站 FlavorWire 评选出全球20家最美的书店 为在日本东京戴观山的 Zitaya Bookstore 鸟屋书店 雀屏重选 鸟屋书店的前身是 影音光碟出租店 在日本有1400多家加盟店 它分成两大系统 店名是汉字鸟屋的 主要提供生活提案 Lifestyle为主 而以罗马拼音为店名的 Zitaya Bookstore 则是结合了影音光碟娱乐和书 而且他们选择 在台湾书市的寒冬 以书店结合咖啡厅的形态 进军台湾市场 鸟屋书店的特别设计 就是要让读者 可以一边用餐一边看书 所以店里也承设了大桌子 让读者享受阅读的乐趣 就算不买书也没关系 在经过缜密的试调后 鸟屋所定的是台湾三四十岁的客群 而且还引进了日本当地精致的商品 鸟屋书店就是要把书店定义成生活场域 一个享受书香 咖啡香和生活品味的地方 书店不会完蛋 但是书店必须要被重新定义 以前书店是出版的下游 新的书店不是这样定义了 它们可能是一个有书的很棒的阅读空间 它们提供的书只是它的附加 而其他的那些才是它们真正要销售的东西 书店形态的改变将会影响选书的方向 文学书将视为取而代之的会是生活类的食用书籍 网络和实体书店的生存之战 已经改写了台湾的舒适生态